郭董出席台大阿姨永林樓冠名典禮 不過外界最關注焦點仍在高鴻安身上 一毒蛋壁談民眾黨新竹市長候選人高鴻安 被視為是郭台銘的子弟兵 但因為最近一螺框的爭議 郭董從未公開發聲 連銅框影片都是授權合成不是新拍 致資上百億協助台大癌症醫療中心 要大家不要模糊焦點 但致辭時不忘提到 第三個感想說 金錢不是萬能 政治並不代表一切 隨後郭董的確發文 確實有答應合體高鴻安拍影片 但人在日本出差來不及拍攝 新竹市需要一位能夠跳出傳統政治框架的人 要由科技出身來帶領 至於誰適合只能依賴全體市民的大智慧了 郭台銘董事長 他的商務行程也相當的繁忙 但是他願意在這個時間點來同意授權我 使用他的一些證件影片 我相信這已經說明了一切 高鴻安強調願意授權就是力挺 但若按照郭董兩年前幫輔選動作來看 我覺得我等一下不用去掃街辦比較好 替候選人剃頭背上寫字 和這回授權合成影片來說力道程度明顯不同 目前的話是還沒有討論到具體的規劃 不過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後面都大概大家後會有期吧 選前是否會按郭董見面 語帶保留 這句後會有期是道別還是賣關子 或許也只有他倆知道